Hi there, this is Bob 52 to Canada 加拿大有很多餐廳 都是一間餐廳 混合多款地方菜式 今集就想說說 我吃過的三間 不錯的越南泰國菜餐廳 它們分別在不同的地區 買點各有不同 畢竟這裏地方大 觀眾朋友可以看看哪一間適合你 近來的話就去那一間 第一間要說的是 是位於Young Stills的It BKK分店 它是在Center Point Mall對面 如果開車過去的話 你可以把車泊在Center Point Mall的 免費老天停車場 再走過對面馬路就會到 BKK在其他地區 例如Downtown都有幾間分店 不過因為我們看到 Stills的分店Google評分最好 有4.5分 還有容易找到位泊車 所以就去了這間 跟很多本地的餐廳一樣 它提供了室外座位 給客人選擇 不過我就一般室外的位置吃飯了 除了在正大馬路旁邊會吃塵之外 還有如果要加單的話 很難叫到適應幫忙 我們和朋友師一行三個人 當日在星期五的8點去吃晚飯 好幸好進去不需要等位 但其實我見到之後來的客人 都要等5至10分鐘才能進去 才能進去 進去店裡的時候 我們就見到一間 泰國曼谷傳統的的士 即是獨獨放在這裡 它令我想起香港銅鑼灣 金百里那間太懂得吃 裡面也有一間獨獨 今次我們就坐近大門口的位置 所以燈光不算很明亮 經過其他之前餐廳的用線經歷 我們一早在進去之前 就已經想好吃什麼了 適應一問我們要些什麼 我們就很快點到餐 我們要了一個沙爹雞串 菠蘿炒飯 和Crispy Pork Pad Thai 太餓和太香的關係 我就直接由菠蘿炒飯開始吃起 我好怕那些飯炒到一塊塊又或者很油膩 在片中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份量和用料都給的好足 菠蘿吃得出是新鮮的菠蘿 雞肉不韌 炒飯吃起上來粒粒分明 但又不會太油膩 好乾身這樣 飯的質地軟顏色中 至於沙爹雞串 它一共有四吋 它的肉質亂口 雞肉就不會黏著粥籤 好容易就燜出來吃 上面還淋了少少的椰子汁 對於不吃辣的我 今餐完全是合我的口味 至於C就吃得辣的 他說雞串加上沙爹醬好惹味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跟我一樣 不吃得辣 但是又好喜歡吃偏酸甜的Patt Thai呢 我就真是好喜歡這間BKK的Patt Thai 它無加辣椒之餘 果條還吸收了醬汁的味道 口感做到煙煙韌韌 彈牙又不會油膩 不會太濕 夾起上來不易斷 它的Crispy pork 無偷工減料 每一片都算大塊 不過我知道有些朋友 是喜歡吃偏辣的Patt Thai 這一間就未必適合你了 我們邊聊天邊吃東西 吃完都已經九點半 餐廳裡的客人都跑得七七八八 我喜歡BKK的另一個原因 是因為如果現金消費還有九折 對於每次堂食要給小費 有九折感覺上好像減少少少 而餐廳也有提供外賣 也有不少外賣Apps 有外送服務 埋單之後 BKK還有粒糖送給客人拿走 還沒給貼士之前 就是50元左右 給了就差不多55元 除開大概110元港幣 以晚食堂食來說 這間的CP值都頗高 至於第二間想介紹的 是位於Witchman Hill的Dia Saigon 這一間就沒有其他分店 我們當日是星期六下午兩點去吃午餐 在門口已經看到要排隊了 我想言之 它有多麼受歡迎 進去就已經聞到一股很香的越南可味道 樓面有四個人 主要有三位是做清潔和下單 可能太多人 我們都等了一會才有位 店舖的前身是叫做Little Saigon 我們入座之後 其實一直都看到門口有人排隊 同時都看到有不少熟客回頭 應該是跟餐廳老闆 而這間餐廳的Google評分 跟BKK的分店一樣 都是4.5分 雖然菜單上的選擇 就沒有BKK那麼多 但是它貴精不貴多 菜單很清晰 一張果 我們就叫了越南可粉 和東陰宮 另外因為我看到菜單上也有Pattai 所以就叫它來試一試了 在等著的期間 看到店裡的顧客 差不多全部都是華人 聽到不少廣東話 感覺好像回了香港 等了一會 我碗House Special首先來到 每次吃粉麵類 我都會先試它的湯底 這個湯不確厚 都算清澈 但是就未算有很濃郁的牛骨香味 裡面有薄片的牛腩 生牛肉 牛柏葉 牛筋 牛筋 牛肉丸 當然不少有芽菜 青檸檬等等的配料 所有配料都正常發揮 最後就到吃重點的可粉 我很怕可粉一夾就斷 就是過軟的麵又或者沒有彈性的麵 都是我的大忌 而這一碗可粉的軟硬程度 拿捏得剛剛好 送到客人面前之後 由第一口吃到最後那一口 都沒有出現到我很怕的情況 不過要提一句的就是 不喜歡吃芫荽的朋友 可能就要問一下適應有沒有走芫荽了 至於Patt Thai 我知道有些師傅會直接在炒製的期間加入辣椒 而有些就會將辣椒缸或者辣椒粉放在店旁邊 等顧客自己混合配料 而這一間的Patt Thai 就屬於前者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怕辣的話 它就未必適合你了 因為每一口都吃到有少少辣椒 對我來說 由於這一間的Patt Thai 它的甜酸味道比BKK沒有那麼突出 如果下次再來的話 我想我會試試其他東西 而C就叫了他一直都想吃的冬蔭公 他的評語是 麵掛了湯 每一口麵都吃到湯的味道 如果喜歡再辣一點的朋友 可以考慮一下再加辣油 吃飽當然是幫助廁所先走了 好了 他的洗手盆和鏡的設計都非常之好 我們吃完之後大概兩點九左右 場裡的客人都差不多離開了 午餐埋單未連小費就差不多五十一塊 比BKK大概貴兩塊左右 如果住Witchman Hill的朋友仔 有興趣都可以去試一下這一間 不過就要早一點的時間去光顧 如果不是就要跟我們一樣等一會 第三間想介紹的 是位於Acklington的Pie Uptown 他的Google評分有4.4分 這間餐廳就沒有指定的停車位了 開車來的觀眾朋友 可能就要碰碰運氣 看看街邊有沒有一些位可以停車 又或者停在附近的停車場 我個人認為這一間就最適合 沒有車的朋友仔搭地鐵過來 因為店舖距離Acklington的站口 只是一個街口的步驟左右 不過這一間最好就提早預約 因為等候的時間都很漫長 它有兩層 有得搭電梯 比起之前那兩間 Pie這一間就最有氣氛 光顧的客人大部分都不是華人 如果你喜歡環境熱鬧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吃這一間 Pie在Downtown都有一間分店 它的菜單色彩繽紛 我們預早了一個星期去預約 星期六晚的8點鐘 下單的時候我們都叫做 Satay雞泉 當然不少得有我最喜歡的Pattai 不過這一間用到的果條 就有少少不同 比起之前那兩間就粗少少 另外C他們都叫做Penang Curry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都很喜歡Coconuts的話 Pie這一款的甜品就一定要叫 上面的椰子條、花生和芒果 簡直是為這個雪糕感上添花 以上這三間我都很喜歡和朋友去 不過以CP值來說 我個人就最喜歡BKK的 偏酸甜Pattai 如果不是住在附近的話 我就建議你糖吃 因為當Pattai凍了就會變成一九九 失去了原先的美味 離開這條片之前 請大家訂閱 852toCanada這個頻道 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掰掰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